眼前的这只柴犬十分凶猛 居然连训犬师都被他咬得满手是血 就算被训犬师卡住脖子拎起 他也不停嚎叫 完全没有屈服的意思 谁能想到 几分钟之前 他还热情地冲着训犬师摇着尾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同一只狗狗变化如此之大吗 狗子名叫小白 是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尽管看上去乖巧可爱 可骨子里却是十分霸道 只要惹他不快的客人 就会被他的尖牙利齿伺候 就连想要给他梳毛的主人 都逃不过他的疯狂啃咬 在这个家中 他就是说一不二的老大 主人一家虽然对他十分疼爱 可也怕他哪天真的突然爆发 酿成大错 训犬师了解了狗子的故事 很快就有了计划 他让全家人聚集在客厅 却把狗子和他心爱的小窝一起丢进了玄关 狗子没有立刻发作 尾巴却停止了摇动 显然十分不爽 训犬师可没有惯着他 直接将他扯进屋里 用向圈套住了他的脖子 狗子显然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瞬间目露凶光 挣扎起来 雪白的獠牙像是尖刀一样 狠狠扎在了训犬师的手上 没过多久 训犬师的手上就伤痕累累 有些地方甚至深得几乎咬到了骨头 可训犬师只是微笑着看着狗子 死死握紧项圈 你咬吧 我眨一下眼算我输 被强大气势压倒的狗子扬起脑袋 口中不断地发出可怜的哀嚎声 试图引起主人的注意 观察室内的几位嘉宾都忍不住捂住了嘴巴 有些担忧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真的有必要这样严格吗 训犬师却专业地安抚着主人的情绪 保证他做的所有行为 都不会伤害到狗狗 柴犬本来就是十分神精致的宠物 发出这种装可怜的声音 只是想要博取同情 他并非希望狗子痛苦才如此严厉 可狗子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 才能更好的生活在这个家中 看着他挣扎的模样 主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但为了他和这个家 未来能够更好地走下去 主人还是狠心没有回应狗子的求助 僵持了半天 狗子似乎是累了 蜷缩起身子 一副屈服的样子 可当训犬师稍稍松懈 他又一个猛扑 冲上来狠狠给了训犬师一口 训犬师自然不会跟他客气 立刻收紧了项圈 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再次逝去 狗狗紧张的绞心都出了汗 在地板上凝结成一滩炎字 训犬师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把把他拉了起来 绕着家里散步 狗子开始还很抗拒 甚至趁着训犬师不注意 偷袭了他几次 想要跑回主人身边 这样的行为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训犬师 他轻松地扯着项圈 以一个安全的姿态将他拎了起来 四爪离地 狗子的叫声更加惨烈 主人实在不忍在看 痛苦地憋过头 终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狗子不安地舔了舔鼻子 委屈地哼击两声 尾巴夹在了双腿之间 看到安静下来的狗狗 训犬师将牵引绳交还给了主人 狗子似乎真的认清了现状 竟然连平时最讨厌的书毛 都没有反抗 即使踢翻了他心爱的玩具箱 狗子都没敢再露出半颗牙齿 训犬师将他的小窝取了回来 放到了客厅的角落 狗子也乖巧地趴了上去 没有再抢占家中的C位 原来主人一家都非常喜爱这只狗狗 每次家人围坐在一起 都会让狗狗待在正中心的位置 久而久之 狗子的支配感就占满了整个小脑瓜 认为他才是这个家中的主人 狗子虽然被驯化成宠物 却依旧保留着在狼群时明确的等级观念 他们只会服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类 而对比自己低级的人类 自然会产生威吓甚至攻击的行为 主人一家的行为正是让狗子有了错误的认知 觉得他才是这个家中的老大 这才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看着如今乖巧的狗狗 主人一家紧绷的脸上终于也展开了笑容 相信今后他们也能更加顺利地互相陪伴下去 如今在城市打拼的独居青年越来越多 许多人家中都有心爱的毛孩子作为精神寄托 可一味的溺爱只会交出一只无法无天的小魔王 最后给主人和他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们应当在未时散布这些日常生活中 就让他们感受到规矩和界限 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 正确地引导狗子的本能行为 同时也不要忘了在繁杂的工作中 抽出时间来陪伴狗狗 建立充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这样一来 你和你的毛孩子 才能真正成为最好的伙伴 关注我 观看更多猛宠日常视频